归为你自己所拥有的 而且你还可以去 edit 所以这个function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我再说一下 如果现在你们在拿着电话的朋友呢 你们可以scan这个QR code 这个就是exactly我们在这个me space里面 公司有的户口 叫做MRT health 如果你没有电话 还是你想专注这个training的话 不用紧 我们先跟你介绍这几个space Elisa YouSoBeautiful Iopure 还有WaterForPulture 还有TrueDNA 这六个space呢 你们想要很快 我怎样来得及操这几个space 不用担心 这个training过后呢 我会发一封PDF的整个PPT给你们 在Telegram里面 有后你们就可以很方便的 一按就可以进去那个space里面 就可以发现到 这些全部都可以操的space OK 所以你会问我 他这样子怎样操呢 因为这个东西虽然是很简单 找刚才公司 那六个space里面的任何一个名字啦 那些我要找TrueDNA的 我就search exactives 一样的名字 然后呢 找了过后呢 我就OK 好了 我就要炒这个space了 那么呢 我要炒出去 我的space 这些时候呢 我要把我自己的space取名啊 好啦 我就放一个叫做 Adeline True You的DNA Articles 这个是我自己的新的名字 OK 我set了过后呢 make sure 填好所有的information 然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公司 under这个True You DNA的articles 一个button就可以抄进去你的自己的space啦 你可以看到四个而已吧 现在我们已经upload超过16个了 然后呢 你放进去里面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进去那些articles里面 这个就是你的folder了哈 你就可以看 嗯 这个content我满意吗 因为我们已经找了很多bloggers把我们写了 这个TrueYou的东西 然后你还可以edit 如果你不喜欢它的headline的话 你可以换 如果照片里面的话 你是可以换 so 这个是很flexive的一个function ok 第二呢 就有一些朋友也是会问我 如果我 我的我的我的 每当你post article过后呢 有很多其他的新的朋友 就share share其他东西 把你的story 被压了下去 你讲哎呦怎么办 他们找不到我的articles 又查不到 很很麻烦的这个东西 其实呢 有一个short cut的 其实你只是需要 去theme space 那是你现在要share给你的朋友哈 去你自己的me space 去你的space setting 按short space 然后你就会看到你自己 那是我要找我自己的space啊 这几个字是我space的名字 我可以screen capture它 或者是我选出来 ok我这个space 我要给我的朋友炒的 整个里面有大概30个articles 我精心打造的 我就要选出来 给我的下线炒 还是我的朋友炒 然后呢 你就可以跟他说 ok我的名字叫做Adeline Space 2 你去找啦 然后你的朋友就可以去 会一样的那个space setting 那边找search for那个space once they found out你的名字 过后呢 他就可以把你的article 全部30个一次过一个button 全部抄完去他的space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很快的很快速的方法 ok 如果你想抄 你不要抄space 你是想抄article 一个single story 这个就是最common的function 所以你每次在describe 过后看到很多新的articles 你觉得这个很适合我 你就可以去按那个floating button 红pink color的那个 然后你就可以去publish 那个内容咯 这个是选一个story 你会问我 Adeline 做么又有story 又有space 我很乱咧 所以不用担心 你只是需要记得story 是一个故事 space 是整个空间 空间里面 你可以有很多个空间 就好像一个家里面 你有三四个房间 一个房间 你可以装很多本书 所以整个房间 你就可以photo stack给你的朋友 那个就是space 很大的space 里面可以放很多很多个articles 很多本书 你可以一次过 一个button 就send给你的下线的朋友 一个button 就可以把全部东西 抄给他 然后你的朋友 或者下线抄过后呢 他就可以一本本书 一本本story 就看 ok我要换这个 这个我不要抄 这个要换title 这个我要publish 这个是很flexible的 而story 就是一个而已 就是好像你看这个individual story 这样子的不同 有两个的不同 所以第三个方法 就是个性化的方式 因为他们很多说 来来去去都是公司的那几个space 然后那把多个articles 可能你们是很多不同的文章想要写的 然后discovery 就是一样的东西 我想要一个很自己很属于自己的style 可是我没有这个时间去做拍美美的照片 其实我们这个底下跟你们share下来 你们有四个平台 可以找到一些爱康的照片啊 videos啊 甚至乎是那些articles 没有在mispace里面的 你们都可以拿去用 第一个呢 就是爱康的姐妹网站 等一下我会一个个跟你们介绍 第二呢 就是爱康的官方网站 这是Alpen Global的website 如果你的朋友是那种比较喜欢看数据啊 product的info啊 那个的话你们可以refund那一边 第三就是i-smart library i-smart library呢 我觉得相信大家也是在这用着的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update啊 liflet你们都可以放进去 那个就是比较一个懒人包 这样子啦 一个liflet里面有完全不info这样子 所以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社交平台 你们讲说它也是那些啊 facebook的一样东西 不是跟人家一样 可是我跟你们讲说 我们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 个性化品牌的啊 的面子书 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content 你们可以去拿去用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保健网站 MRT Health 为什么我们做到一个sister site 哈? Athelene,你们又有Alcan Global的网站 又有这个 为什么? 因为Alcan Global是一个比较公司的 所以它有那个形象 又比较专业 而这个sister网站呢 是MRT Health 它是比较live 不少随性化 但只要上你们看杂志啊 风采啊 姐妹啊 ifu啊 它们写法跟报章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哦 可是 可能 可能这种写法 会比较适合某种的阅读者群 也不一定 所以你可以 可以去那个MRT Health 看一下这样子的page 你可以复制去你的me space 也是可以 这个是MRT Health 这个是美容网站 YouSoBeautiful 还有Alisa的 里面也是有一些比较 没有这样 heavy 还是没有这么corporate 可是有些比较个性化品牌的那种approach 你们可以拿去用 这个是YouSoBeautiful 另外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是BioPure 水的品牌的 也是有一些articles 可以拿去参考 可以拿去用 这个是Order for Future 这个就是广网 刚才我说的 这个可能是 它形式比较像一个corporate的style 所以是Hernashi 比较专业 要看很多articles 很多那种facts 很多那种info about产品的 这个也是可以一个选择 接下来呢 就是TrueUDNA的highlights TrueUDNA除了我们有一个网站以外 在右手边一直在走这个 这个呢 它是TrueU的网站 其实我们网站的一个highlight 另外一个sitlet 它们也是有16个articles 是针对于不同的painpoint的朋友去写的 也是DNA可以发现到什么东西 到你可以及早去改变你的生活形式啊 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个articles全部都放在 me space的那个光范space里面了 你只需要一个button 就可以把全部articles under你的articles了 如果你是觉得 我不要这么麻烦 我不要抄你们的copywriting 我有自己的写法 可是照片呢 我又不想用你那些的 不用担心 这个是MRT Health的IG跟Facebook 这个呢 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些 visual啊 可能一些啊 那些啊 那些啊 资料的那些infographic的postings 都是蛮lifestyle的 可以可以选择去参差一些你们的文章里面 可能你是啰嗦啊 siruna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中间呢 会有一个啊 比较lifestyle的照片 看起来比较色彩一点啊 这个可以去啊 参考 然后你要拿其他的照片 about美容的呢 我们也是有一个是啊 alisa的美容的照片 的IG跟Facebook 都可以去拿照片 任君使用 ok 然后呢就到BioPure的 BioPure的呢 这个是水的咯 顾名之一 你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照片啊 不同的场景啊 有一家大小的 有service的 有洗干净衣服的 有不同的health的 拿奖的 哦 形形色色的都有 所以这些的照片都是可以用的 放在 me space的 design的 article里面 然后呢 这个就是 true you DNA的 之前呢 我们有和一些 网红和那些bloggers合作呢 他们也是有写了一些文章啊 然后他们也是有自拍照片啊 然后也是有share一下他们的 啊 用后感 这些articles 已经是全部放在 me space的 through you DNA的site里面 如果你们要更多的照片 让你的article看起来更加不一样呢 这边的 你是可以拿照片 在这个facebook和instagram 最后呢 就是我们elken global的那个网页 so你会看到有一些照片 或者是有一些content 是重复了 原因是因为呢 因为这个是官方的global的网站嘛 所以其他产品也是会进来的 所以这个里面的照片 也是有一些repeat的 还是有些是完全没有看过的 还是完全没有字的 所以比较适合一些ig的posting啦 所以这个照片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咯 跟我们的facebook ok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想 哎呀我不想抄回elken的style啦 我想 我想看一下现在 最时髦的是什么articles 好像健康的啊 美容资讯啊 然后 这些东西可能会让 阅读者更加有兴趣 这个是我这个好像新的东西 新的tips什么什么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article 搬进去你的article里面 然后你在炒饭那样 再加一些料在article里面 这个elken的global 就是你在健康网看到一个global的十大好处 你可以把整篇文放进去me space里面 然后下面呢 你就可以放global的好处 然后你就可以放global的好处 中文英文跟马来文 不用担心 而且还分成 归类成不一样的产品的内容 当这个PPT完了过后呢 我们这个星期内会把这份PPT 传给大家 你们就可以一个个去看哪个 你们可以用的 这是英文的 然后关于美容的英文的 这个是下机会 拿来文的 然后中文的 中文的我们有一个 有一些保健网的 的那些link了 所以你们如果看到一些article 这个人写到很很吸引 我觉得看到过后 我很convince 然后你要把这个东西加一些 爱康的soreg也是可以 不过记得要表明这个资料来源是什么网站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尊重这个资料的来源 而且也不会create很多massy的scenarios 这个是每人网站 然后这个是事业机会 好像现在有些数据你们想知道的 什么那些trend about MRMR 还是second business 这些articles 你都可以在这些网站找到 然后你可以把它information 插出来 然后再加上去你的information 你的自己的资料呢 然后你的朋友的朋友就找到你了 ok 然后你就会问我 哇 Adeline 如果我要朝第三方网站 很麻烦呢 因为已经不是在me space里面 我这么没有在公司的官方网里面的 因为知道实在是太多 太千遍万花了 太多千千万万个资料了 所以我也是很难把全部的资料放进去 那个me space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给这些你们觉得想 自己有一个个性化的写法的呢 你就可以在the party的网站抄进来 可是抄的过程会很麻烦 因为可能你是要用个电话嘛 你电话又开一个tap 找那个网站 然后copy那个字进去me space 整个process 其实是可以很麻烦的啦 其实我们有一个app 我们可以介绍给你们用的 这个是可以用你的电脑 来control一个dummy phone 就是你用电脑啊 controldummy phone啊 你可以把电脑的work page copy and paste 进去你的dummy phone里面 就完全那个article 就是在me space里面 这个是非常快的方法 OK 首先呢 第一 你去去login这个网站 叫做memoplay.com login过后呢 你就去下载安装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呢 你就可以 after download这个过后呢 你就把它打开 然后我就会说你一个video 不要这样用 OK after你去了那个网站 download这个memoplay过后呢 你就用memoplay memoplay就会有一个假电话 OK 这个是imagine 这个是第二个免费的电话的意思啊 一个假电话 然后呢 你就去那个google play login to你的google play account 你好像在你电话 download的时候 会不会有那些account 去download那些app 对不对 login那个account 进去过后呢 你就可以去找me space这个app download去这个假电话里面 这个电 这个 或者是假电话 可能是一个dummy phone for你的电脑操作的 login过后呢 你就可以去找me space的这个app 去download OK 你去key in me space 好了 找了me space 找到me space 找到me space过后呢 你就去按进去 你去install过后呢 就打开 打开呢 你就可以 login to你的me space account 就是你现在的电话 就是你现在电话那个呢 那个internet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在这个假电话去login过后呢 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用你的电脑去控制你的me space里面的content 那些现在 好了我终于可以用我的memo play去control这个电话 我login去me space过后呢 我就可以去 make a story 去discover page 然后按一个加 button 好了我现在要插我的story了 我上我昨天在网站看到一个很interesting的article 我要copy进去 我不要用电话 我也用电脑最快的 所以你就去那个网站那边 就是这个网站咯 你就去网站那边 你可以按 它的title 那些for example啦 我们再说这个example啦 这个是senity之前viral的article来的 我们想抄进去我们的me space 我不要用电话抄 我要用desktop抄 我就copy and paste 用我的mouse copy进去 base进去 然后我就整段 copy paste进去 这个是最快的用电脑方法去控制 因为你的account me space account是一样的嘛 你电话用的跟这个login是一样的login嘛 所以就很可以 你抄了过后呢 那个article全部都会在你的电话 那个me space里面 同时的 这个就是这个memo play的function 然后呢 这个是最后 而且是最原始的方法 in case 有没有一些朋友 之前没有参加我们的training 这个是给你们说一下 我们这个me space呢 其实它就好像一个mini block样子 一个小小的block样子 可是它的好处呢 它没有block这样复杂 因为你叫我用block 我也是觉得有点复杂 但是这个me space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你只是进去那个plus button那边 然后它就给你选 ok 因为你今天要先做这个article 你要放什么先 你要放sup header啊 text啊 你都可以无限量的用这个 这几个media tools 我不要写title先 我先放一个很震撼的照片 我先按photo 然后就做我的content 做我的content 做我的video 然后再放我的bundling check out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是最原始的方法 so ok 这个呢 是我们的telegram的group ok 左边这个呢 是我们当方面发放消息的 好像 哦 好像一个网站那样子啦 telegram 这个你们不能够发言的 我们会update你们的东西 右边这个呢 就是一个好像forum 一个论坛 当你们遇到什么问题 哎呀惨啊 那个 那般的 那些 me space 啊 password东西啊 很慢啊 还是hang啊 你们都可以在里面反映 因为 里面我们有一个technical group 就是develop这个app的同事在里面的 他们会马上可以跟你跟你解决问题 也不过只限于working hours啦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很多朋友会来问我 这个怎么办 其实啊 我这边呢 是负责 on那个广告宣传部分 因为technical的方面 我们还是要问回转人 所以这个group 是最快能够帮你解决technical problem的地方 ok 第二呢 如果啊以后呢 let's say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那六个 那六个space啊 这六个space啊 刚才说这六个space呢 在三月 左右之前呢 我们会发放总共280个articles 在里面 你会问我说 蛤 这样三月才有 这样现在怎么办 你要我重新写我不要 不用担心 你现在都可以抄了 我们每一天都在快马加鞭的 一直在放articles 进去不同的space里面了 所以你们可以先抄 whatever有的 尤其是throughDNA articles是全部齐了的 然后其他的articles 我们一直在放着 所以你们可以先抄一堆进去 然后你可以再慢慢玩 如果edit照片啊 edit字啊什么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update的 所以可能你可以set 一个可能的这里电话 okok 今天我要看一下 这六个space 有一个新的articles 我重新再抄多一次 进去我的space里面 一直在加articles until三月中间的时候呢 就完全上网上去了 so这个是overall的那个idea啦 so back to我们的这个group so这个group呢 就是麻烦你们 scan向这个group 然后转那个group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ok 现在我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ok so 如果你们有问题呢 可以开麦去发问 ok 我的同事明 you may allow them to turn on their mic if they would like to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ok thank you 还有一个同事后 想借这集会给你们分享一下呢 就是 昨天同事有跟我share 一个两份articles 那个scientific的journal 是那种 医学的研究报告呢 so that Spirulina 其实可以帮助到 early stage 的 那个covid-19的patient recovery 就是帮忙到他们 早期的 比如这样严重的stage 的patient去recover 可是这个东西呢 我们还在 我们公司呢 还在整理这资料 当我们整理好资料呢 我们一定会 把它放在me space里面 让你们 好像给你们weapon 去打这样子啦 so 你们记得叫这个group 这个 这个右边的这个group 然后我们 我们好了之后呢 我们会把所有的 武器 那是scientific的武器 那是info 那个scientific的articles 那些journal 都会放在me space里面 然后你们 拿去 发放出去都可以 所以这个group很重要 ok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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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想问一下 假如 那个顾客 他通过这个me space 来购买那个产品 在那个bundle with 那个 另外一个software啦 这样子他们可以自动成为我们的会员吗 ok 这个呢 只要看选项 其实也是有 这个真实是 只是可以变成prefer customer 他不可以直接变成我们 under我们的 可以 可是现在我们还在目的 在二月份里面呢 我们会把这个这么好的function launch了 因为之前有很多 很多leaders跟我说 哇 现在 其实有很多 members他们想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自由度去选 我这个article 我要他们 只是买retail price而已 有一些members 都是想 我要show retail price 跟BA的function 可以吗 可以 可是现在我们还在做这 在二月的时候我们会announce 当我们做好的事 是可以manually来adjust的啦 可以可以 在IBS那边你可以选项 Let's say 你那一套bundle啦 他们的价格高到 他已经可以去变成BA的话呢 你还可以选 你要share as a BA link 还是prefer customer link 当然你会选BA link啦 所以这个是看你们的选项 这个你会给你们很大的自由度去发挥 你们要怎样把整个pitch 这个sales pitch做好 不然现在暂时不能够 二月就可以 走了 暂时不能够 现在你可以 等一下 我再 马不停停地把你们赶的这个function出来 哦 想要等二月 可是现在你可以 也是可以做articles 可能是 他们也是可以check out 还是他们可以whatsapp你 也是可以一个option 因为 现在我们照样做bundle的话 还是好像当做顾客买东西 嗯 对 这是暂时性的了 这个是过渡期 我们会我们已经尽量在做的那个东西 下二月会launch了 哦 谢谢 不客气 嗯 你们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哦 这个me space呢 他是全世界都可以用了啦 总之你有IPS就可以用了 哦 这样子 那个人是在深圳啊 他也是可以啦 啊可以啊 他没有被block的啊 他不是他不是他们不用越抢去用me space 啊 啊 不可以 不可以 谢谢 不可以 如果他买过 如果他buy as a as a as a 你可以 帮助 帮助 谢谢 那我们这个binder的那些啊 啊 啊 一个是啊 一个是啊 healthcare 然后一个是那个爱康的opportunity so 你可以share下你的啊 你的articles啊 然后我们会找出最creative的最好的 然后你会得到一个一百块美金的product voucher 又可以写 然后又可以赢奖 又可以try out 和乐而不为呢 是不是 so 好啦大家晚安 谢谢你们